字幕提供 玉龍工廠的入力測試 就是在一條路上 以石塊、以高低的落差 來鋪成一個相當嚴苛考驗的路面 那車子一般經過這種路面 都會相當的顛簸彈跳 這對底盤懸吊、避震器 還有車身的結構、剛性 整個穩定、平衡度 都有極嚴苛的考驗 通過了這項測試 車子才能順利出場 基本上土壁的車子 都會在這種共振突出的路面 經過一些測試 這種路面就模擬 很嚴苛的一些崎嶇 不平的路況 讓車子來行駛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路面它的橫條 這些模擬的一些突出物 事實上每一根的粗細 它設計的都不盡相同 那它也不是以相同的間隔 或是相同的距離 來做一個鋪設 它是完全是不規則的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衝擊突出的路面 它這個振動突出 跟剛才的排列方式是不一樣 它現在呢是有點像 一般的那種 減速坡的那種做法 可是很多根很密 然後排成一根路面 讓新車或者做耐久測試的車輛 來做測試考驗 那所謂正旋坡路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這個路面的模擬狀況呢 它就是變成像 水波波紋一樣 一波一波一波的這樣子 然後呢 車子經過這上面 當然是相當顛簸難受的啦 那這也是屬於測試項目的一環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石塊的路面呢 原本的落差比較小 那現在到路的這一端來呢 可以看到它的落差起伏 變得非常的大 那也就是說它模擬的路況 是更加的嚴苛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這個高地起伏的路面呢 它左右的兩邊 兩個車輪壓過的高度 會是不一樣的 那也就是說 它模擬的這個路況呢 是一個很類似像 off-road那種情境 那車身呢 除了前後會起伏 左右還會經過劇烈的擺盪 這也是測試的項目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凹挖不平的路面呢 它就是模擬一個路面 它在一個不預期的狀況下 有些凹陷一些坑洞 那車子行駛過這個情況呢 有點像行駛過某些施工地段 就會有這樣的路況出現 至於淺凹挖路面呢 顧名思義就是剛才的那種凹挖路面的 比較小的縮小板 那當然也是測驗底盤 跟整個組裝扎實度的一環 所以最好是有明確的 有的用途的 但是在這裏面上去的 用途的配置 是有的用途的 是有的用途的 有的用途的 對著用途的 用途的 用途的 有的用途的